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其实就是在指24节气中的金子 金子发生在每年的3月5号到7号 当第一声春雷在天空打响的时候 就代表着大地即将回暖 万物逐渐复苏 万物顺应适时而动 所以人也应该要效法万物 懂得劳逸结合 顺应适时时而动才行 这跟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御卦息息相关 易经64卦中的第16卦 御卦 卦名为雷帝御 碍于行事所以非做不可 但又因为得到群众的呼应 只能用刚强的决心去执行 顺势而为后成功解决难题 并且获得喜悦安乐 所以有利于建功立业和新兵作战 额牙里面写到玉乐也 玉这个字代表的就是安乐喜悦 在说文里面玉原本指的是大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大象走路的姿态 因为大象走路总是慢慢的 一副悠哉的样子 看起来就非常的安逸 再加上大象的体积庞大 所以也有宽裕的意思 最后因为大象的骨头跟象牙 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成精致漂亮的裔品 所以裕这个字又可以引申为鱼乐 序卦传中提到 大额能牵必欲 故受之以欲 复习一下上一集提到的内容 牵挂主要讲的就是谦虚 因为做人处事都很谦虚低调 时间久了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好感 甚至是别人的主动帮忙 当然就能够享受到喜悦跟安逸 这就是牵挂之后会接欲挂的原因 总而言之 欲挂一共有三个层面的解释 一是预防预备 二是宽裕 三是安乐 有所准备的人在遇到问题前 早就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 事情既然有了余裕 自然而然就能轻松的解决 感到喜悦了 大家仔细看欲挂中 正为上挂 坤为下挂 正就代表雷 而坤则是代表地 雷生于地 就是在预告春天即将来临 一片的春意盎然 会让人感到愉快跟欢乐 这就是欲所象征的幸福和喜悦 在这个时候 就是利剑侯行师的最佳时机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 本来不是在讲安乐祥和的气氛吗 怎么又会扯到行军打仗上 这还是要跟我们上次介绍的牵挂有关 牵挂中那群具有谦虚美德的君子 让百姓可以过上附属的生活 但也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安逸了 所以有些人就变得骄傲自大了起来 即使是和平的年代 一样会有战争的发生 不过不用担心 正是因为那群懂得谦虚的君主 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支持 所以到了欲挂 讨伐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成功 并且在讨伐的过程中 除了可以树立威信外 还能伸张正义 这就是利剑侯行师所代表的意思 当挂项显示出欲挂的时候 代表着做事积极有力 同时性情又柔和圆融 是充满令人喜乐的气象 欲挂的核心思想绝对是安逸快乐 但我们前面也说过 它还有预备预防的意思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句话其实就可以说明这只挂 在这边举一个例子 美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他把一只青蛙 直接丢进滚烫的沸水里 青蛙马上就跳了出来 逃离危险 后来他又把另外一只青蛙 放在温度刚好的水里面 青蛙还开心的游了两下 完全没有感觉到水温越来越高 最后就被煮熟了 假如青蛙有一点警觉心 没有完全松懈 结果可能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这只挂正是在告诉我们 有备而无患 防范于未然 有了事前充分的准备 不能因此就沉迷在奢侈繁华的人事物上 好运不常有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贪图 一时的享乐 而错失良机 每个瞬间都应该要好好的把握才是 总结来说 欲挂雷地欲 代表着 人群热愈追随 有利于出征建立工后大业 是一只皆大欢喜 安和热力之急挂 欢迎回到禅宗说卦 今天要介绍的是雷地欲 这只挂在讲虽然现在是安逸 和热的状态 但还是不能太过怠惰 以免乐极生悲 佛陀认为 在这个娑婆世界上的所有人 都会遇到苦与乐 很多人往往在经历过痛苦后 心里还是留有阴影 很难摆脱那种苦痛 后来 当他遇到了让他非常高兴的事 整个人都沉浸在喜乐当中 无法自拔 结果就会乐极生悲 当一个人在非常快乐的时候 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降临 那种难过是会让人心碎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修行 学佛可以让我们的心性 变得比较沉稳 人当然可以快乐 但是要记住 绝对不能过度快乐 凡事适当就好 佛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只卦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相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在解释后天八卦的卦象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 天干 地支 物行 以及六清 请看图卡的介绍 天干与地支 十天干为 甲 乙 丙 丁 物 己 根 心 人 魁 十二地支为 子 丑 银 卯 橙 四 五 味 生 油 须 害 五行起源于 金 木 水 火 土 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 五行相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六清深刻图 一挂有六摇 分排六清 六清分别为 我 父母 兄弟 七才 官鬼 子孙 具体分辨方法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孙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彼合者兄弟 我的五行属性即为主挂挂弓的五行属性 总体相生相克顺序为 父母生兄弟 兄弟生子孙 子孙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克子孙 兄弟克七才 子孙克官鬼 七才克父母 官鬼克兄弟 接下来我们从几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问题来解释 占卜到雷地域是好还是坏 第一个我们来看求财或投资 首先如果是问求财方面 用神看七才 四摇做的就是用神七才 应咬子孙来生四摇的七才 所以可以知道 不管是投资或是求财方面 余挂都是好的 代表获利不错 若是开店做生意 也可以在稳定的经营中成长 最近很多年轻的朋友问我 想要投资网路生意好不好 通常我都会跟他们说 在问好不好之前 要先问问自己 了解这个行业吗 开店创业从起步到扩张 每个阶段都会面临到挑战 不要以为开一间小店 是没什么门槛的生意 这么想就错了 因为当你认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你就不会用心 用心度低 很容易就成为最终陪本 关店收场的老板 有位朋友想开早餐店 当时我是跟他这么说的 冬天的天气再冷 每天都得要凌晨五点起床 你可以做得到吗 能不能在点餐的尖锋时段 把几位客人点过的菜单 一样不漏的寄下来 交给厨房 再把餐点交到客人的手上 还不会出错 很多人都是看人家赚钱 以为很容易 自己也想跳下来 结果才发现 自己根本不是做这一行的料 卧相显示 开店可以在稳定中成长 但是前提是 你要有完全的准备才行 接下来是预挂在婚姻 和感情方面的解释 我们先来看男性的部分 用神看七材 是要做的就是用神七材 如果是未婚的男性 挂像上显示 你目前的对象 就是你的正缘 有机会可以追得到 甚至修成正果 正缘在命理学的术语 是指一个人的命运中 先天赋予的正式的婚姻缘分 或是婚配的对象 当一个人与正缘的对象 举行结婚仪式之后 正缘就成了正配 运用占谱准确把握命中的正缘 不仅能在谈恋爱的时候 少走几条弯路 还能减少在情感路上 不必要的跌撞伤害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男性 沾到欲挂 代表夫妻间感情稳定 是可以白头偕老的挂像 接着是女性的部分 女性用神看官鬼 是要做器材 如果是未婚的女性 代表出现的对象 是你很喜欢的人 但是对方对你目前没有好感 我们生命中的婚姻 就像一辆公车 生命就是路线 公车开到了你面前 上不上车 就是你的事了 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苍天给你机会 你能不能把握住 这是你自己的事 最后结果都要自己担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女性 沾到这只挂 这只代表 你对家庭散尽责任 而且很会理财 但是需要特别留意 老公目前的行为 在生活上 是不是跟以前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挂项提醒你 需要留意 老公可能有外遇 根据专家的说法 在一般的情况下 当老公出轨后 他的内心会十分的纠结 因为他既不想和太太都待在一起 但是又害怕太太 察觉到什么 所以他对太太的态度 会变化无常 既不关心 也不挑剔 如果男人出轨了 难免会减少对家庭的关心 这时就需要引起你的注意了 如果如何判断 老公是否有外遇 其实只要透过细节和表现 女人就能轻而易举的 找到出轨的蛛丝马迹 但是切记不要在冲动的情绪下 盲目地做出决定 双方要冷静沟通后 再理智地解决问题 接着如果是问身体健康的部分 用神看的是关鬼 是要做器材 因为器材在疾病栅目上 足饮食的问题 所以在疾病上来说 你需要注意的是饮食的均衡 营养是健康的根本 食物是营养的来源 均衡饮食是维持健康的首要原则 均衡的饮食就是每天摄取的食物 足够提供热量及各种必需的营养素 能维持身体机能和长期的健康状态 更有助预防慢性疾病 所以生病了 除了看医生吃药之外 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你的饮食出现了问题 在询问过医生后 调整目前的饮食状态 再配合医食用药 相信可以改善你的健康 再来以学业或考试来说 用神看的是父母 是要做器材 代表目前的学业成绩不理想 在学习的阶段 很多家长还是会用分数 来断定孩子的成就 其实我常常跟家长建议 孩子的成绩不理想时 不要急着打骂折废 也许是孩子读书用错的方法 不是不努力 书中自有圆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 我们的知识都是从书上学来的 也知道读书是改变自己 提高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在这里提供大家几个读书的小方法 让读书事半功倍 比方说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阅读时要做好笔记 让读书成为你的一种习惯 学会分享还有读书时需要先进 接下来来解释浴卦在工作上 用神看关轨 试摇做器材代表最近工作认真 而且待遇跟福利都不错 是一份可以考虑长期 且稳定的工作 建议你不妨在工作上 多运用人际关系 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说不定还会为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好运 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不贪心 只要有个稳定的工作 不要压力太大 薪水够用 平常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一年出谷个一两次 这样就够了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小确幸 这样的愿望应该很容易吧 有位佛教界的大师说 世界上没有所谓不贪心的愿望 只求稳定的小日子 反而才是最难的愿望 这句话很有深度 大家不妨深思 最后来看浴挂在官司上的解释 四瑶做七财 因为四瑶是柴 生官司用神官鬼 代表这个官司短期内很难结束 但是可以跟对方朝着和解的方向 努力看看 这是柴员有损耗的卦象 举个例子 有位先生在路上跟人发生了差状 他的责任是比较大的 对方人也很善良 看他没有什么钱 愿意以少少的钱跟他和解 不过这位先生脾气太溜了 硬是不愿意和解 最后只好法院见了 其实车祸并不是一件恶性重大的犯罪 而是每个人虽然不愿意 但都有可能遇到的事情 有时候当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 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去想 至少我们还有命 可以在这里跟对方讨价还价 但是有些人已经天人永格了 以上就是雷地狱这只卦 为大家做的解释 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一雕之美 为您介绍来宾阿华师傅 各位家人好 我们又见面咯 师傅我们今天来介绍观音的雕像 好不好 好 看哦 一样都是观音 那为什么它呈现的方式会不一样 这一尊它的雕法是属于 这一尊是因为它以它的材料去设计它 来做这个 来雕这个观音它的整个法相出来 那这个雕法 它是属于独一无二的 怎么说 因为它这个雕 这一尊的比它的木材的大小 还有它的法开法相的时候 你若是要再重复 再做第二尊是不可能的 那我一样的木材 一样的师傅 一样的刀具也不行吗 不行 没有办法 因为一刀雕 尤其像这种一刀雕的方式 它在雕的时候 它是每一刀下去就是定型的 那你在真的一个艺术家 他要做一刀 每一个刀都是跟前一尊做的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不是那种 木材出来的不可能很赶快 不可能 那你说一刀雕 一刀雕它的每一刀都要很精细 对不对 很精细 一般来讲 不能错一刀 错了一刀就很麻烦了 那怎么办 能补吗 不能补啊 不能像我们的泥树一样 雕塑的 不够 补一刀 补一刀 下一刀 那就不可能了 对 它的下刀是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精准 因为会说一刀雕塑它在于它的功法 在于它的经验 把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通常都是先完成一个初步的模型 最后再完成脸部法相的部分 对 一般来讲是把全部的出型出背先锯好了 修饰好了 一刀雕一刀雕 把它找好了以后 那最后面的关卡 就是把这个脸部的修饰 这是最后面的关卡 脸部修饰最难的地方在哪 在它的眼神 在它的眼神 菩萨的眼神 也菩萨的眼神是最后面 最难修饰的地方 况且它也是最细腻的地方 但万一一个不小心 哪个地方裂了 哪个变巴刀下刀下错了 那可能这尊的艺术品 可能都将近破销了 就跟它原先的想法不一样了 对 那会不一样的 就是非常的一个 要非常的小心 况且在开脸的时候的先键 一定要 尤其是观音 一定要沉淀下来 慢慢沉淀下来 所以它的专心度要很够 不能有一点点的杂念 一别的杂念 这差很多 尤其像刚才我们也是 已经阐述很多的一个作品 那最难的去阐述的就是观音 它的法相 法相的部分是最难的 庄严库 够吗 慈祥够吗 这个是完全出自于雕刻师傅 他当下的心境 当下的心境 对 那他会在一天 比如说一次之内就完成法相的部分吗 还是他会分梯次 那你今天的心情跟明天一定不一样 会有些师傅 他真正一个好师傅 他若是在下刀的时候 心境若是很复杂的时候 他可能会刀怎么样就放下了 就今天先暂停 对 先暂停 就先这个 先放着 我领来 等着另外有一天 可能他的心情方面 要沉淀 或再马上把它完成 再继续完成 对 对 所以通常这种一刀雕的作品 这种 艺术家的作品 一件都要好久好久 对 他虽然粗胚 有些粗胚才能做好以后 但细部要修饰的时候 他并不会说一气刻成做好 没有办法 是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一刀雕的 观音的部分 对 那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介绍 另外一种不同的雕法 可以啊 可以啊 OK 期待 好 艺雕之美 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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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